大家好 早安 多謝大家寶貴的時間 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那麼久 又開始我們一季一度的網上研討會 介紹我今天的拍檔 今天的拍檔是聲展銀行的 香港和中國的股票策略師 林子津先生 Dennis Dennis你好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我是鄧威信 每一季我們都會在這裡和大家討論 我們聲展銀行對於市場的展望 今次我們還有一個主題 就是約入元宇宙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一會兒都會花點時間和大家討論 我們今季CIO 投資總監辦公室 對於這一季的看法 我們先說一個很重要的資產類別 就是股票 我們這一季對於股票 仍然是看高一線 如果兩個主要的資產類別 股票和債券去比的話 我們覺得股票的投資價值 仍然是高一點的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雖然現在的利率 就是向上 市場看來都是 息口會提前 開始會加息 但是如果你看到實質利率 就算加了息之後 減回通脹 實質利率仍然是負數 這對於股票市場 是有很大的幫助 負利率 負實質利率 對股票市場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件事實實在在 就是股票的盈利 我們經常看風險日價 就是把股票的盈利率 減少了市場的息率 現在的風險日價仍然是高的 即是說 那些錢仍然會因為風險日價 仍然是一個合理的風險日價 仍然會流入股票市場 這兩個就是很大的原因 至於這麼多股票市場 我們由哪些股票市場看好 有哪些是看淡 美國市場 未來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我們仍然都是看好 就是增持的 大家現在在螢光幕上 大家可以看到 歐洲未來三個月 我們仍然都是增持 即是overweight 十二個月就是減持 日本我們現在暫時都覺得 是underweight減持 減持並不代表要走是零 在大家的組合裏 都可以持有不高的比例 就要低一點 亞洲日本除外市場 我們未來三個月是減持的 但未來十二個月是增持的 這大概是對於股票的看法 在美國我們是增持的 增持的是什麼呢 美國這些行業仍然都是看好的 科技行業、通訊、非必需消費 即不是日用品的非必需消費 這些行業是繼續看好的 比較中性的就是原材料、房地產和能源 減持的就是有公用 一些必需消費 比如柴米油營的必需消費 以及工業 這一類型的行業是減持的 有很多人的疑問就是 美股升了這麼多 還會增持嗎? 會不會太高? 會不會摸頂? 如果我們看看 美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很好 現在大家看到 營光幕上的右手面 右上角的圖 有黃色和紅色的線 黃色就是代表美國的經濟 紅色的線就是股市 S&P500就是標普500公司的盈利 美國的經濟復甦仍然是強的 美國的經濟步伐仍然是強的 所以能夠帶動企業的盈利 這是很重要的支撐到股市的原因 支撐到美股的原因 實際上我們如果看現金流 看資金流向的話 在營光幕上 右下角那幅就是 看到紅色的線路 從去年開始 到今年的第一季 我們看到 不斷繼續有資金流入美國市場 比起流入歐洲和其他市場 都是要多 所以錢仍然繼續流入美國市場 美國市場繼續增持 這些股份 大概在美股內 我們分開兩類型 增長型和周期性的股份 這些都是我們分開這兩類的公司 這些公司都是我們喜歡的 歐洲未來三個月 剛才提到的都是增持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歐洲的股值仍然是很便宜的 如果你和美國比 那它的股值仍然是偏低 但是仍然是 處於2019年 如果你從PE的市盈率去看 處於大概2019年的水平 仍然是一個偏低的股值 還有歐洲仍然是負利率 歐洲央行其實都很明確 繼續會保持著一個很低息 很寬鬆的貨幣政策 仍然是負利率 這是有利的錢繼續回到股市 第三也是企業盈利 因為歐洲的復甦步伐也挺好的 亦是帶動到企業盈利 還有歐洲央行有很多 那些救疫的基金 之前出來幫助一些有困難的企業 度過疫情的難關 所以令到他們的財政都很健康 這也是我們看好歐洲的幾大原因 我們亦是看有兩類型的股份 增長類和周期性的股份 包括有這些公司的增長型 例如你見到有些消費類的股份 有些非必需消費的 有些日常用品 這些都是增長型的股份 周期性的包括有些保險公司 有些消費類的股份 這些公司在歐洲裏面 其實都是我們喜歡的 主要就是我們看了這一季 我們CIO投資總監辦公室 所看好一大股票的股票 美國和歐洲這一季都是增長的 我們還有三大主題 上一季我記得跟大家說過 元宇宙是今季一個很大的主題 還有醫療保健 稍後我們會再用多些時間 講解這三大主題 接下來我們再跟Dennis講講講廣股 大家都很關心廣股 廣股就去年沒得說了 跑輸了 跑輸了給全球 全球最差 全球最差 很失望 有很多原因 包括有疫情 包括有中國新的規範 令到市場無所適從 這些都是一些原因 現在這些因素 Dennis你怎樣去看 其實我相信如果你看整個香港市場 去年每股盈利增長也不差 也有9% 今年更加上到11% 其實那個盈利增長普遍市場看 都是向上 估值也是-1standard deviation 現在是10倍以下 市盈率非常低 尤其是跟其他主要市場的表現 真的非常抵賣 但是不是一個 實際上投資者對他看得不好 或者是去年表現那麼差 跟基本因素 或者估值 不太大關係 最大的影響就是 政策本身的實際影響 以及那種不穩定性 大家不太清楚之後會怎樣玩 這方面有幾樣 最主要的圖片 下面有A和B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中國地產板塊 尤其是第二 其實在這幾年都嘗試減債 但也不成功 所以幾年有三條紅線出現 然後開始今年見到 一部份地產公司 在還債或銷售都有影響 開始做不到 整個債券市場 亦是freeze up 開始有地產的危機 大家都會分析 這個危機究竟影響有多大 我看這半年 無論是我們團隊 或是行業都做了很多分析 究竟今次的危機會有多大影響 我相信現在普遍都認為 影響是痛苦但可控制的 不會造成一個systematic risk 對銀行體系 就算現在地產的價格向下 或者一些default rate也上升 都是一個可控的情況 但當然最近大家聽到的news flow 都是有一些負面 即有些人說不到債 或者要怎樣refinancing 不過我們很明顯看到市場 是關注政府的取態 究竟中國政府會否救了所有人 很明顯就是這次告訴大家 是不會的 如果之前太overleverage 就會讓資產賣給其他健康的地產公司 例如三條紅線方面的relaxation 或者昨晚出來的news也看到 開始安排一些公司比較健康 以及一些沒那麼健康的 要求他們開始做M&A 去將情況改善 我們覺得政府始終 你看到去年這麼多reculatory policy 其實比較中心點就是希望穩定 之前不想地產太過泡沫 就是因為不想之後的爆破太嚴重 才搞這麼多事情 現在某程度上中間的adjustment 就會比較痛苦 但最終都希望樓市穩定 正常的賣樓情況出現 我們覺得陸續都應該有其他措施出來 去幫助解決現在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投資者 都可以特別留意中國地產股 尤其是一些Blue Chip的地產公司 例如中國海外或者China Resources Land 這類比較穩定 其實我們也看到 剛才Dennis提到的 譬如中國海外或者華雲之地 其實近期尤其是上星期 你已經看到他抽得很急 抽了一層上來 是的 已經有些錢開始回到去 找這些穩定一些 有國企背景 過往他控制的資產負債表 控制得很好的內房股 一直以來他們都沒有過份擴張 把槓桿控制得很好的 這些內房股已經開始有些錢 慢慢進去買回 其實上星期抽得很急 因為他們之前都跌得很低 如果以地產股來說 他之前是在負二算是比較低 當然有原因 我看這個重點是 你說地產板塊可能穩定 或者開始有些人找機會 但更加重要一點 就是他對整個市場的影響都是大 因為會將整個市場的風險位納 就會提高 之前大家都說 都很害怕這些消息出來 現在對整體市場的信心 這件事是我覺得比較影響大 因為之前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危機會發大 但似乎現在看到政府方面 開始配合 開始信心回來 看到這麼便宜 可能就會踴躍一點 另外一個 去年影響指數 影響尤其多 就是對互聯網公司 新經濟公司的一些政策上的監管 我想說這個點 可能上週年說 我們覺得主要的政策方向 非常清晰和明顯 就是之前影響力太大的科技公司 比較濫用他們自己的市場地位 或者做出一些比較壟斷的行為 政府基本上是不會承擔的 我看這個根據 推出的措施 去年年中至現在一直都有的 多了限制 但其實這些限制都是在框架之內 對股價的影響 其實已經是 你說有罰錢 雖然不是他很多 罰幾百萬 我都見過 或者他們自己捐錢 你看得到 那已經是市場預期之內 所以我們覺得它對股價的影響 對股價的影響可能還有些 但對股價的影響 我覺得已經反映了 因為這件事要走的人 其實都已經走了 所以我們覺得 投資價值相對比較高 因為負面已經反映了 其實這個情況在去年第四季 基本上都穩定了 多了些甚麼呢 例如大家心想 那時滴滴要回到被退市 大家會擔心其他科技股 會不會都要被退市 那時大家記得十月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大的狀況 不是找甚麼監管出來 這是比較特別的 但其實之後中正監都出來說得很清楚 不是不容許VIE structure本身 可能監管之後會比較嚴 但其實就叫做默許了這件事繼續可行 亦都沒有說要 亦都說得很清楚 沒有說要這些公司繼續退市 在美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知識 其實中國政府不是說 不希望外資繼續投資中國的公司 亦都不希望中國的公司去外面上市 我覺得這些確定性對一個最大問題 信心比較差的市場是挺有幫助的 尤其是股值這麼便宜 所以我覺得A和B這兩個點 在今時今日來說 已經相對反映了 如果你今天問 大家可能會說這兩件事是負面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可以開始看到現在股值便宜了 反映了 他們不是影響那麼大 所以市場應該會更好 還有一大一點就是疫情 沒錯 疫情我們之前兩季都說過 開始變成一個non-event 對市場沒有什麼影響 但現在不斷地變種 Omicron一出來的時候 似乎對市場有些衝擊 起碼頭一兩人 也有些衝擊 現在這個疫情 其實怎樣看法呢 我想說 我始終會維持之前的取態就是 今時今日告訴你 有新的疫情 有新一波 你不會很驚訝 因為其實病毒不斷變種 也會有新的措施出來 可能會有局部的禁止 但大家無論生活或企業都已經做了準備 究竟有這樣發生 已經怎樣做 做到慣了 其實是已經 投資者買得股票 其實都預料到這件事會有影響 對股價負面影響 那就真的看你哪個板塊 如果你之前是因為想著 開放的 炒了上去 現在一開會有負面的 我覺得是正常的 但你說會不會像之前這樣調整 我覺得這個絕對不會 本身看你那隻股票 是不是因為這件事炒起了 如果是的 可能有些人趁這個機會 會有負面影響 長遠來說 這個疫情的發展 很簡單 就是對Omicron之後 繼續有新的型號出來 可能大家都繼續要打疫苗 但很明顯 這次Omicron的殺傷力 似乎初步的研究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大 我覺得很明顯 就是跟著下去 疫情的發展 我相信全球這樣清零 應該不會發生 只不過殺傷力越低 之後的措施可能會越來越 mild 或者大家的生活 都已經習慣了 我覺得對大家生活的影響 一定會有 但已經習慣了 相對對股票的影響也會減少 所以我覺得就算有影響 很短暫的 如果真的影響在股票反映的 比較多 這就變成了投資機會 因為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 還有一點就是很重要 這幾晚我們看到 美股也很波動 最主要是市場對於 息口加息的預期 似乎現在都要繼續 比之前所想的提前加息 之前大家都想 下半年才有機會加息 現在大家有機會想 一完結第一季之後 就開始加息 通脹又下不了 又收緊水 預期加息又會加快 這個對股市的衝擊有多大 其實我想說幾個層面 如果對港股方面 影響就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剛才你見到 A和B的兩個因素是更加大的 相對於 interest rate的變動 由最低上來一點 其實之前那兩個不穩定性 完全感染了 所以你見到有這樣的發展 其實香港的市場不太有關 傳統上來說 interest rate的移動 當然對股市有影響 但是我想說 因為港股的特別情況 所以這就變成不是非常嚴重的影響 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我相信如果大家有上季有聽 或者之前市場 普遍都見到通脹的數據都是厲害的 甚至都很驚訝 為什麼這個聯儲局 之前那個通脹的數據 之前那個通脹的數據 是這麼嚴重的 或是你剛才跟我說的 其實你也不太相信聯儲局 某程度上 聯儲局現在有這樣的反應 改了這個字眼 其實都是市場 應該是預期的 甚至可能聯儲局一早已經鋪排 令市場整件事更滑 你說對美股的衝擊更大 因為始終是一個高位 高位出版的新聞 怎麼都借細 取消一些利益 之前的優質比較低 現在借細回到一個比較高的位 其實跟你說十個月前 那時候也是差不多的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回 以往Taperling的經驗 你說是否Internet rate 上升的市場 絕對不是 一定不是 Dennis說得很對 如果大家看回歷史 很多人都會想 加息的股市是倒閉 但如果你看回過去這麼多次 加息週期 不是真的 因為股市會倒閉 有很多時候股市同步 跟加息升上去 為什麼呢 其實你加到息的 有很多時候 過往就是因為經濟好 順利開始有些過熱 才加息上去 經濟好的話 跟股市的盈利同步 所以這個時候選股 也要想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公司 借債很多 那你現在的息上 就負面影響更多 如果你看看之前的 Outperform 如果在一些科技公司 都不借錢的 或者是Net cash 很多時候 那你那個表現 其實就不應該太大影響 當然有些人會看 Discount rate 的升高 對Valuation減少 但這個就是佔整個 整個比例 一個比較小的 所以可能選股的時候 如果你本身 你的投資是 借債非常高 那就可能要留意 息口這邊的影響 還有整體來說 剛才我們一說 美國市場的時候 其實也提過 就算你現在加息加上去 其實實質利率 你減分通帳 仍然是負利率 仍然是很低的水平 所以實質利率是負屬 所以衝擊 並不是很大 而且我們整體去看 通脹到今年的下半年 是有機會舒緩的 當疫情的打擊開始減少 雖然不斷有變種 但是好像真的有Omicron 你出了來 真的影響不是十分之大 或者沒有什麼重症的話 你的經濟一路復甦 一路重啟 或者有很多運輸的樽頸 得到解決之後 尤其是運費那些 開始回落 其實近來也開始看到運費 開始下跌一些 我們覺得在下半年 通脹的壓力是有舒緩的 當時市場又會看 不用加息這麼快 所以當時的息口 很可能會停止 不用再加 所以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通脹我們覺得 或者現在加息收稅 對股市的影響力 不是很大 我們看看今季 Dennis有什麼 每一季我們去看看 有哪些板塊 是我們overweight 有哪些看好 不如先說說 我們今季的target 對於指數這個行指 我們的target是看多少 我們和上季一樣 28,500 2022年年尾 這個市場上 看得比較好 我剛才也粗略解釋了 我們那個rational 主要就是之前是偏便宜 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以及之前的overhang 除了 28,500好像也挺高 其實去年年中的時候 已經是這些level 甚至很高 不是很天荒夜譚的事情 而且現在這個 一反彈上來 某程度上 很多投資者看到市場上升 的時候 信心就會回來 反過來 如果市場很弱的時候 我們很客觀地說 這些客觀的因素 未必很有影響 但是市場正在動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在想 負面的情況 什麼時候反映了 所以我們覺得 28,500點 就是五年平均 就是我們最基本的目標 在剛才的項目 有一個可以說 就是大家必須要記得 現在的北水對港股的影響 越來越大 你看到這個圖有些數據 左上角的圖 你看到北水佔港股 越來越多的參與 主要是買一些指數的大成份股 可能好像很久以前 十二個月前 三萬點的時候 就是令到港股 從之前的位置再上一層樓 但是去年跌市的時候 那個支持力也可能還在 不過影響少了很多 我想提醒大家 當市場真的有些信心的時候 這一方面 如果你想回到十二個月前 為什麼那時候的港股會升 就是北水來 為什麼北水對港股有興趣呢 因為港股的股值便宜 比起A股 有些相對落後 其實今時今日也是相對落後 也是股值比較便宜 有之前的New Economy 概念的股票也在港股那裡 我相信這個力度 如果港股真的有些能力 不容忽視 也是一個長遠的思念 還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現在內地其實多了很多 Mutual Funds 和Hedge Funds 那些對中基金 或者一些護衛基金 多了很多這些 所謂的機構性投資者 其實他們也是要用港股去配置 是的 也是股票的一部分 這個只會越來越大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個圖 2022年我們可能估計 13% 其實這個數字 我們相信 如果這個圖再延長幾年 這個數字會越來越上升 就是將香港的市場 和內地市場 越來越融合 這個對港股長遠的股值 也會有幫助 這一點就是 基本因素以外的一個技術的看法 我看我們可以說一下 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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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和一季之前 我們的行業行業行業 沒有太大變動 overweight 相信你聽到這裏都知道 我們覺得新經濟的板塊 是最具投資價值的 原因很簡單 之前來說的基本因素 其實不是特別負面 主要是因為一些監管的不穩定性 令到大家不太清楚 政府會出什麼措施 但這件事現在都明顯反映了 我覺得他們的增長 可以重回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也繼續可持續 我們相信龍頭的公司 依然會繼續龍頭的公司 所以Index的大隻 這些新經濟公司 我們覺得 Risk Reward是比較好 另外一件事 我們也會比較 中國地產或China Property Management 這是比較 controversial 為何會覺得overweight 也解釋清楚 就是我們覺得 負面的消息 或者 development 開始轉了 我們覺得 投資價值也是 當然 這個必須解釋清楚 當然 我們會比較 配置在一些 藍籌的地產公司 如果本身是危危符的 你覺得 可能升起上來 會比較厲害 或者之前跌得很多 這個風險會比較大 另外一些 我們有香港銀行 特別是配合加息週期 好了 今早我們說話 China Bank and Insurance 其實因為我們在看 國內 可能配合 中國有本錢去減息 因為本身會配合扶持經濟 之前都比較 減了降準 這方面我們覺得 會繼續 為何我們降準 其實對銀行相對 就是負面 或者現縮公司的 幫要也會低 為何還放在overweight 其實就必須看回 這些公司 之前因為中國地產的 一些不確定 他們已經被沽了 又是拔了下來 你說現在會這樣轉 可能有些影響 但是如果大家相信 我們市場的風險偉納 港股在這麼低的Risk Capacity 升上來 他們都會跟市場上升 所以我們覺得 這些大隻會受惠 現在的投資氣氛 實際上 intrigity不是沒有 但是整個畫面 我們覺得 依然overweight 我想再說 依然renewable 這是長遠的概念 但最近有些弱勢 其實很簡單 我們說之前 因為他們之前的 performance比較好 現在要轉去 轉去之前的 performance 某程度上 短期有些風險 我們回到頭 剛才我們說 我們今季的 CIO投資總金辦公室 還有三大主題 三大主題 剛才說的就是 一個就是 idea 其實上一節也和大家說過 idea innovation disruptor enabler adapter innovation 就是創新者 disruptor 就是顛覆者 enabler 就是賦能者 adapter 就是適應者 大家看這個 螢幕的畫面 我們已經分類了 創新者和一些 庫能者 是說一些 設備 做雲端的 因為如果你要做 很多的事情 其實現在後面 都要靠雲端 雲端 就是所謂的enabler 就是庫能者 給一些 有創新idea 他怎樣可以實現出來 很多時候都要靠雲端 或者一些舊有的行業 他現在要實現數碼化 怎樣實現呢 其實後面也要靠很多雲端 網絡保安 軟件 這些就是所謂的enabler 庫能者 創新者 我想不需要多說 大家都知道哪些是創新者 例如一些設備 一些智能電話 或者現在說 一個元宇宙 有很多穿戴裝置 都是要靠一些創新者 顛覆者和適應者 顛覆者 在現在的數碼世界 沒有的 要不就適應潮流 去數碼化 要不就去顛覆舊有的行業 就是這樣才能生存到 這些都是在很多行業裏面出現的 零售、廣告、資產管理、娛樂、能源交通 這些其實都有很多顛覆者 或者是 adapter 一些適應者 出現的 簡單來說 例如 Starbucks Starbucks 很傳統的行業 但其實Starbucks 都是一個 Disruptor 就是一個顛覆者 為什麼呢 尤其是他在美國 你現在看到 他買咖啡不是 他靠他現在的APP 有很多人在APP 訂咖啡 即是上班之前 在APP 訂了咖啡 接著 不用等了 一到就找到 就回到辦公室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現在 Starbucks 有超過三成的銷售 都是來自這個APP 這些就是所謂的顛覆者 或者適應的潮流 adapter 這是其中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第二個主題 idea說了 上一季我們也有 這些公司都是屬於idea裡面 這個 這麼大的idea idea裡面 一些公司我們都喜歡 另外 這個主題現在很大了 很多人在說 Facebook也叫自己做matter 元宇宙是一個什麼概念 其實不是那麼複雜 大家有看Matrix 或者是很多年前那一齣 Avatar 其實都是說元宇宙 在我們現實世界裡 還有一個平衡的時空 就是在這個 還有一個虛擬的世界 但是這個虛擬的世界 其實在裡面 是有很多東西 跟我們這個現實的世界 是有關係 甚至是改變了我們這個現實的世界 那麼 最簡單的例子 現在就是 大家看到有很多 那些虛擬貨幣出現了 比特幣的其中一隻 其實現在有很多 這些虛擬的貨幣 其實已經在虛擬的世界裡 其實是一些通行的貨幣 那繼續發展下去 你又有自己的通行的貨幣 又有自己的社區 在裡面 甚至現在有人炒這個 這個元宇宙裡面的地皮 很多人在炒 現在 其實發展是另一個平衡時空 另一個世界 這是其中一件事 而且也能改變到這個元宇宙 改變到我們現在有很多 可能我們日常工作 生活習慣都能改變到 例如我們現在開會 或者現在和大家做這個 現在就是一個平面 2D的 大家在你的裝置上 看著我們說話 這個就是2D 但接下來 踏入這個元宇宙 我想我們都很快 就是一個3D的世界 VR 很可能就是一個3D的世界 我們不只是硬碰碰地坐在那裡 那時候我們可以周圍走 可能又有另一個空間 我們可以真的帶大家 去我們說一些公司 一些股票的時候 或者一些行業的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去到一個 好像很真實的世界 去跟大家去講解一些主題 一些公司或者一些行業 例如現在好像零售一樣 零售 大家都是上一些網購的網站 去買東西買衣服等等 但以後就不是 一定變成一個 元宇宙的世界 就是大家一上去買東西的時候 大家已經可以 真的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 試衣服 試鞋 你知道有時候網購買回來 你真的不穿 看和買了收到貨是兩樣東西 但在這個元宇宙的世界 就不是 大家真的在這個元宇宙的世界裡 真的試上身 大家真的感覺到 看到自己 真的穿了這些衣服 是什麼樣子 是什麼款 合不合自己 這個也是元宇宙 可以改變到我們現實的世界 除了是一個平衡時空 還可以改變到我們現實的世界 所以 這方面的發展 其實也有很多的投資機會 還有很多的新東西要出來 才可以完成 好像這個短片說 好像你的硬件 我們要做到剛才的效果 硬件方面要配合 中間也有很多公司 在開發這方面的東西 是的 那個產業鏈是非常長的 所以不是單一的行業 大家現在看到這些公司 都是牽涉到這個元宇宙 或者剛才我們說這個想法 其實有些公司 都是涉及這個元宇宙 所以這些主題 不能分開來看 其實他們是有重疊的 我相信之後 我們投資公司 和管理層談論 都要問一下 他們的元宇宙策略是怎樣 你怎樣在現實 另外一個平衡時空 你怎樣在裡面 都分一杯羹 我相信每一間上市公司 都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不要想著 我不是科技公司 就不關我的事 其實這件事 我相信 都要感謝Facebook 其實元宇宙本身 都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如果大家打開機 基本上 這些都已經 比較熟 是一個VR網上的地方 有你自己的社區 有你自己的 currency 這個可能以前來說 比較少眾 但Facebook的名字都改了 就會令到整個板塊的投資 或者焦點突然大大提高 變成一個主流的東西 我覺得最近Facebook 真的要感謝他 大大推動了這件事 幾年前 其實Google也推出過Google Glass 但沒有什麼聲音 但接著也有很多公司 例如Oculus 現在正在出現一些 那些元宇宙的裝置 聽說Oculus 那套計家 這套計家 這個聖誕是一個熱門的聖誕禮物 很多人已經想來體驗一下 這些都是一些公司 但元宇宙這個概念 不會這麼快完 繼續發展下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投資主題 另外一個醫療保健我們之前一、兩季都說過 最主要是一個全球的大趨勢 因為人口老化 人的壽命越來越長 醫療也滲入很多科技化 例如在網上確診 甚至乎現在是機械人做手術 這些已經發生了 接下來只會越來越先進 北美和歐洲都是很大的醫療保健市場 以及他們的醫療科技很先進 所以有這樣的公司 其實我們都喜歡在醫療保健 這也是很大的主題 值得我們去留意 在我們的投資組合裏 都不能少這些主題 最後一回到我的醫療保健師 找Д resultados 現在的確是發生了 我們現在有座施術 從你的醫療保健所 然後這位回來 我們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